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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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安法正式通過了 不過距離正式立法 至少應該有兩個月左右 最快都是 我們當然要未與籌謀 我們也在此 再一次 去重新確立我們的立場 本來我們的原則 就是以不犯法 為原則 最高為原則 所以如果 國安法是順利通過 立法的話 我們當然也會奉公守法 如果你是真的有用心 聽得明白我一直說什麼 那你會知道 其實我是支持 習近平這個administration 而我也是不停地評擊 那些黃絲 黑暴 所有煽動公民抗命 非法抗爭 那些人 那最近看來 很多人就說 要去唱美金 去拿美金 那些東西 那我也是 其實一開始 我也都說得很清楚 你要知道 這些東西是一種投資 是一種賺錢 等於很多人說 我買磚頭 又不去偷 又不去搶 我只是投資磚頭 買樓收租 是嗎 那是合法的 那我是賺錢的 那些人說 那些人覺得磚頭會升值 黃金會升值 那你就儲起它 那你覺得哪樣升值 那你就儲起它 完全是這樣 那所以你要記住 Keep in mind 你記住這件事 你只是為了賺錢 就不要說想其他東西 因為有時候 看到那些什麼 連登 那些黃絲那些 最冷毒的那些 那些 喜歡說什麼攬炒 那些什麼金融攬炒 那些東西 我們是絕對反對的 那當然 大家也不需要那麼緊張 常見到發不自眾 只要你不是說很激進 也不需要擔心些什麼 而我本人也是加拿大人 所以也都不是applicable to me 不過既然這個立法的機會率 已經是差不多十拿九穩 那變了 我們也是預先要準備定 開始做一個洗腦工程 就是我們由現在開始 是絕對不會再容許 所有有機會犯法的言論都不會 那也是 就是如果你們留下留言 就是希望大家會有個自覺性在這裏 就是不要說這些 擾亂公眾秩序的事情 如果大家的記憶好 其實以前我也是這樣說的 還有一句口號 我相信波叔 美金保值 我好貪錢 我要賺食 完全跟所有抗爭活動無關 如果你看開我 也都知道 經過這麼久 我下了定論 在香港是不ready有民主的 也都絕對支持當今共產黨執政 所以在支持國家主權的情況之下 是批評時弊也絕對沒有問題 話說這個孟晚舟 之前先舉了V字手勢 覺得贏了這樣 最後原來就判了 敗訴 就是說他雙重犯罪成立 那這件事我一聽就不用審了 一定是那些律師煽救他 那些律師永遠都是這樣的 經常就告訴你有脫打 勝算很高 否則你怎會亨用錢打 當然是告訴你勝算很大 可能夠 所以呢 他就一直都被人蒙在鼓裡 而且在公義地說 很公道地說 你是詐騙銀行 你這個是立心不良 那怎樣都是 在情在理在公 在加拿大的法例之下 都是犯法的行為 那我今天就跟那些藍絲談開這件事 那他第一個反應就是 即是很氣憤 就硬是認住人家 就是這樣 即是屈膠他 那我當然就跟他講 那你事實上是犯法 那他也是拋出藍絲最經典那句 全世界都犯法的 全世界的做官的都貪污的 即是這些謀論 我都講得太多次 我都不想再重提了 你知道就是多麼橫蠻無理 還有那種呢 是接受了貪污腐敗 是常態化的 就覺得這些是很正常的 所以中國人社會就特別這樣 喜歡藏污立舊 而近年你看到香港的金融系統 完全是無法無天 很多都是打橫來的 所以都是這樣說 善惡到頭就終須報 而他之後還說 如果他是孟晚舟的話 就會去到 即是真的被判入美國入獄的話 他就會自殺 然後呢 就以死控訴 就說是美國人逼死我的 即是他就說 英雅八晚舟應該這樣做 即是我拗了頭 即是你這樣 即是誰會可憐你呢 我是不知道的 而我也覺得呢 即是只有香港人 才會講得出這些話 越是香港人 才會越是懶惰是外國的 如果大陸人呢 心裡面當然是說 神經病你傻了嗎 什麼愛國啊 那些放在那把口那裡的嘛 是吧 那實質上的心當然是用來擺利益的啦 你最重要是自己個人的利益 正所謂天下之大 哪個中國人不貪錢 而到最後呢 中國人呢 是不會反省的 是絕對不會反省的 他只會是繼續 去過別人欺負他 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死不悔改 就不如去死 我可以給你 Gat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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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give you Gats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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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e Graver Manda